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 由国际钢琴大师朗朗带来的 因为这是很简单一件事 这音乐会没了 今年取消了七十场音乐会 但是一点点复苏了 所以最近我就在 最近先不去了 然后最近我就赶紧干正事了 然后新专辑也出来了 然后我的音乐会也谈了三场了 所以回归正轨 我自己非常清楚 它绝对不会影响我的艺术的水准 只能给我更多的一些人生的经历 然后我每天就参加所有的综艺的节目 我每天也练了好事情 真正在舞台上面看的就是你的实力 和那些花了虎哨的这种 所谓的就是艺术家身价 身段没什么关系 你弹得好就是弹得好 弹得不好就是弹不好 最近还挺好 这个一点点的音乐厅也开了 然后希望明年春天以后 国际的学院可以重新的开始 所以进入正轨 北京是12月27号在国家大军院 然后上海是12月9号